只是以牙还牙 可能要加倍奉还 国际中庭 以色列军方证实 哈马斯领袖辛瓦已经在加萨地区被击毙 而且是以军当时的行动画面 现在也曝光了 留下辛瓦的最后身影 请终合国际推播时间 加个若银 好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 这个以军在今天所公布最新的这一段画面 就是以军在行动当中 他们的无人机所拍下 在加萨地区有一栋 这个已经成了废墟的建筑 建筑里头拍到在沙发上坐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辛瓦 他是哈马斯的领袖 那么当时这个辛瓦 他已经是没有什么力气了 所以见到无人机 他也没有办法站起来反抗 右手已经受伤了 疑似是断了 所以只剩下左手 左手他拿了一个长棍 见到无人机之后 他就拿出这个长棍 投植向这个无人机 不过是没有击中 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他是坐在这个满是灰尘的沙发上头 丢了长棍出来 那么紧接着 以军就表示 在看到这个建筑物里头有人之后 他们就发射了飞弹 炸了这栋建筑 瓦码堆倒下之后就把它给压死了 这就是击毙辛瓦的一个过程 也是以军公布的一个最新画面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到下一个画面 下一个画面则是辛瓦的遗体 已经被送进了这个以色列境内 由以色列的警方来介护者 因为当时第一时间 可以看到在那个画面当中 辛瓦其实是蒙面的 而且穿着防弹背心 所以当时以军并不能确定 他们击毙的就是辛瓦本人 所以在这个以军的警方介护之下 就送去来验尸 最后是比对了辛瓦的牙齿记录 还有他的DNA来确定他的身份 所以才确定他就是辛瓦 那么在第一时间 以色列政府也宣布了这项消息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是用恶魔来形容他 在今天各界的领袖 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 我们一起来听稍早的这些谈话 那么现在看到画面当中 就是此刻呢 以色列人其实是相当的开心 他们上街头来欢呼 来庆祝辛瓦被击毙 因为事实上在去年的7月 10月7号这一天 进行的大屠杀 就是有辛瓦在背后策划的 那么听到他被击毙的消息 民众相当的开心 甚至在一处以色列的社区里头 有住户在家里 跟附近的邻居 就一起高声的唱歌 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影片 好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以色列的民众 是相当的开心 他们欢呼也鼓掌 来庆祝这个辛瓦 他被击毙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有辛瓦生前的画面 跟他当时被击毙的这个画面 讲到这个辛瓦 我们都知道他是哈马斯的领袖 那么去年 为什么这一次哈马斯和以色列 会杠上 就是因为去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的大批士兵 就入侵了以色列的境内 而且屠杀了大批的 以色列的民众 因此双方就结下了两姐 因此以色列的军方 就出动了士兵 来攻击加萨地区 要揪出这些哈马斯的人 那么在今天呢 终于是击毙了这个辛瓦 那么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想知道说 那么在辛瓦被击毙之后 难道这件事情就会落幕了吗 其实专家分析并没有 因为在目前为止呢 还有很多的人质 在哈马斯的手中 因此分析就认为说呢 这些人质可能会陷入更高的风险 那么以上呢 就是目前最新掌握到的国际讯息 今天我们开场讨论到了 共军在清晨五点 大家顺梦当中 吴玉锦宣布的这一场 还台军演 围台军演 他还有事 美国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来派兵持援呢 他真想持援 恐怕也被多立分 为什么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 这个毁要库开炸了 以色列基地遭到了真主党 无人机展开攻击 四死六十伤 这是去年十月以来 以色列遭逢最大程度的伤亡 美国紧急快递萨德防空系统 是掌握到伊朗飞弹 这一次会准备猛攻以色列了吗 而现在更大的麻烦是 哈巴斯已经搜集了将近两万张的相片 锁定以色列的高楼层的建筑 准备复制911恐攻 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波及到了美国大选 13号晚上位在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军事基地 居然遭到了两架 这个所谓的自杀无人机的这个攻击 你在这个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这个军事基地 距离黎巴嫩大概有64公里左右 但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上面 好多闪闪缩缩缩缩缩缩缩那个灯光 都是一整列的这个救护车 要往这个地方去进行所谓的伤患的救治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讯息大概有4名的这个士兵死亡 还有61个人受伤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这一次是人家讲说谁攻击了 你马上出来承认 真主党立刻跳出来 他说对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干的 而且他说我这次是第一次 说我现在给你使用这个 所谓无人机攻击 去攻击你这个 我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 那你知道吗 事实上对这次真主党 所使用这个无人机来讲 他本身可以携带40公斤的炸药 最重要是他的攻击范围可以120公里远 所以他在远处的地方 就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 以以色列来讲 何止是以牙还牙 可能要加倍奉还 现在更可怕的一个发展是 他的发动地面攻击 冲进了黎巴嫩 锁定真主党 以色列会不会一点一滴 失去他反攻的正当性 相对的 你岂不让伊朗展开攻击 展开报复 为他的小老弟出一口气 就更具正当性了 所以现在伊朗传出来讲说 他也跟周边的国家就讲说 如果你们选择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接下来被我攻击的对象 而且据说警告的方式 也提醒了美国 但问题是美国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他赶快把一些的所谓武器 移交到所谓的以色列里面去 像他最近移送了一组 这个所谓的萨德反飞弹的这个系统 甚至在这之前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也移送了一些 所谓的这个火炮的部分 当然外界认为说 美国去协助这个所谓以色列 是为了因应 像之前我们看到说 伊朗的这个所谓弹道飞弹的 这样一个攻击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以色列来讲 以色列他现在获得了这一些 包含到爱国者反攻飞弹 这些这个系统 他当然是能够有效的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防御打击这些东西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现在也有外媒的这个报道 传出来讲说 像周边的国家 也已经跟以色列讲说 我们不会让你使用我们的领空 去打击所谓的伊朗 所以看起来伊朗的这样一个 恫吓的一个方式 感觉上也收到了效果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希望接下来告诉你的 这一段预测永远不要发生 居然曾组长收集了将近 两万张的相片要做什么 正在密谋训练一段 一堆敢死队 准备对以色列发布恐攻 而恐攻的噩梦 甚至已经迫及到美国本土了 对于以色列来讲 他想要报仇 或者他想要对这个所谓的伊朗 这些进行打击的时候 他必须要更具有 这个所谓的国际的说服力 结果以色列的军队 在最近他们就讲说 我们在加萨走廊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这个文件 而且他说从这个文件里面的 这个内容来看 他说哈马斯曾经策划 许多的这个攻击事件 甚至包含到当年美国911 这个恐怖攻击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双子星大楼被攻击的 那个场景 他说我在这些资料里面 我也看到了这个哈马斯 曾经策划说要干嘛 去攻击所谓的以色列高塔 而且他说在文件里面 找到了大概1万7千张左右 这样一个照片 这些照片有干嘛 你知道有卫星拍的照 然后有无人机收集的照片 还有一些是你在社群网站 或干嘛上面 你去把它Google下来 一些所谓的观光风景照 所以你没事为什么锁定了 将近2万张 锁定这么高的一个楼层 你准备下一个要攻击他吗 所以对于以色列军队来讲 他现在就告诉国际社会讲说 他们现在收集这些照片 就是为了要攻打 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第二高楼 他说位在特拉维夫的 这个70层楼高的 这个叫做摩西哈维夫塔 基本上旁边都是所谓的 商业中心你知道 那如果今天去攻击的时候 他就是文件上面有提到 如果他攻击了这个 所谓的摩西哈维夫塔 那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 当地民众的恐慌 而且他上面还写说 因为这个所谓哈马斯 他也没有乱写 他跟你讲说 他们怀疑说 摩西阿维夫塔旁边 有以色列国防军的 那个单位在那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塔给垮 那个机会之后 也会去伤到 所谓的以色列国防军 所以你去想 这个70层楼装了多少人 今天会打到这个地步 是因为去年10月 屯肯区的那一场大屠杀 上百人就这么没命 如果真的去攻击这个塔 那还得了多少人要陪葬 当然以色列方面 提出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 有人会质疑讲说 那你这样随便讲讲 我也会 你有没有更具体的 这样一个证据 结果这个以色列方面 他就讲说 有他们在文件里面 有发现到说 他们其实在里面 有所谓的作战计划 其中有说 要用以色列的铁路系统 去运送所谓的炸弹 甚至还包含到什么 你知道 他说就实质的 务实的作战层面来讲 他说也有包含到改装车辆 然后让这个车辆 像我们一般轮子 不是橡胶的轮胎吗 他说把它改装成什么 你知道符合铁路宽度的 然后用铁路来运送 因为这样比较快 没有什么塞车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 甚至从海面攻击 也有说把这个渔船 变成所谓的高速攻击船 然后把这个士兵 还有这个炸药 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当然还有 里面还有一些 比较大家觉得说 不太切而实际 例如他说 我们如果这个 所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 通通都被这个阻止了 完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用 用三人马车 用最传统的方式 一个人驾驶马车 然后两个人在旁边 还可以去进行攻击 或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 以色列都试图在 说服大家讲说什么 你知道 说哈马斯 他们是真的要攻击我 所以我现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初级 跟我的攻击 都是为了保卫我自己 你今天不要觉得 这些人去描绘的 这个所谓的恐攻噩梦 卷土重来 都只有在 以色列的本土上上演 下个月是美国总统大选 没想到这个恐攻噩梦 已经笼罩 美国本土了 是真的吗 你知道其实在川普 在之前 不是有两次 被讲说 他有遭到这个攻击 所以那时候 对于美国的 这个维安单位来讲 也很多人批评 讲说你对川普的保护 是不是其实是有漏洞的 所以他们这些 所谓的密情局的这些人 他们也去加强了 对这个所谓川普 在造势活动当中 这种所谓的危安 结果没有想到12号的时候 川普他在加州的这个 要进行这个造势活动之前 那当时警方在周边的道路上面 就设下了这个管制哨 没有想到真的逮捕了一个 非法持有枪械的这个男子 他们这个警方是说 这个男子 非法持有散弹枪 还有一把这个所谓的手枪 跟一个高容量的这个弹夹 那结果呢 你知道美国警方 那个对外公布的时候说 他们其实有可能是阻止了一场 说有计划的这个暗杀活动 但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讲说 这一个被逮捕的男子 他是要去谋杀 或是刺杀这个所谓的川普 但问题是呢 很多人就讲说 川普在之前 已经两次遭到暗杀了 如果今天这些东西 没有被挡住的话 有没有可能川普 他真的被第三次暗杀 所以你知道吗 川普的团队 现在就开始提出要求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应该要保护我们 结果你知道没有 他居然要求说 要升级他自己的违安工作 包含什么你知道 包含要求美国政府提供 能够极弱飞弹的军机 来去接送川普进行造势 而且你知道吗 拜登啊 拜登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也受到压力 你知道 拜登居然讲说 好没问题 你今天要求军机 我就给你军机 但他说一个 他说你只要不要要求 是F-15就好了 那我会老实讲 就是说 现在对于川普来讲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 危机感的一个存在 为什么 好巧不巧你知道吗 前面他是不是被人家暗杀过两次吗 最近居然流露出来讲说 在202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伊朗 他们其实有做了一个这个比赛 那这个比赛是一个动画片的比赛 主要就是说 他们那个伊朗 他们那些人 对于这个美国 其实有很多人不满 你知道 所以他们那个主题活动 居然是讲说 对于谋杀我们这些敌人 我们要给予他报复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是一个动画片 那这个动画片的作者 他居然透过这个 所谓的无人的 这个所谓的车载遥控系统 把这个无人车送到这个什么 你知道川普位在佛州 棕榈滩海湖庄园里面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面 对不对的监视系统 我就给你破坏 而且这个车子就这样开开开 开到高尔富雄小年 你知道那个动画上面 打球的那个叫川普 这个就是参赛的作品啊 旁边那个还有庞费奥 你知道而且贵夸张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 他上面写说 你们今天做这些事情 都要付出代价 而且你知道他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 这个是国家的力量做出来 他把刚刚那个阿拉伯文 翻译成英文对不对 而且他在动画片里面 还同步发送给蓬佩奥 同步发送给川普 说你们手机打开就知道 你们要付出代价了 结果这个影片你看 他的无人车载系统 那个雷射测距 开始把这些东西都瞄准 当然画面上面是这样 到最后是一片黑暗 但问题就回来了你知道吗 这个影片在当时还获得了什么 还获得了冠军第一名的奖品 说你这动画片做得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所以对于川普来讲 这些东西的这个真相 再加上他确实曾经两次 遭受到这个袭击 他怎么不怕 所以他现在要求这个美国政府 要提供他军机来保护他的安全 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报新闻的分分秒秒 随时伊朗要对以色列展开 极为猛烈的袭击跟反攻 为什么 我们先问 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 又把谁给斩首了呢 伊朗已经预告了 接下来六个小时 取消部分航班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播出 报新闻的同时 伊朗随时会有反击的动作 伊朗一改过去克制的立场 现在已经为最坏的局面 全面来准备 那就是以色列的猛烈报复 最艰难的时刻 已经要到来了吗 事实上中东的这样一个局势的紧张 我跟他从各个的小动作里面 你会发现到 好像战争真的一触即发 现在伊朗的这个民航组织 居然宣布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 要用营运限制作为理由 取消国内机场的部分航班 那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取消部分航班 那意思还能飞 没有告诉你 基本上它等同于是机场要封闭 而且这个时间是 等于是我们现在播出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生效 什么原因要进空 这个机场附近的空运 因为过去认为说 可能在伊朗的这个 所谓的领空的部分 接下来也很有可能 要嘛就是被发动攻击 不嘛就是他可能 自己要发动攻击 所以现在看起来 伊朗确实把很多泰式 做得非常足 尤其像你画面上面 这种师之攻击之外 伊朗现在也跟你做大外宣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这一个 伊朗居然用说 我告诉你 我的弹道飞弹是发射 而且你现在看到 这不是电脑特效 他们居然发射无人机 用无人机在空中 对准他们这个所谓的阵地的部分 同步这样飞弹都发射出去 这个是无人机的一个视角 拍摄出来的 伊朗飞弹发射的画面 而且它的无人机 基本上你看到定位 就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那是特地去锁定 而且就拍给你看说 我告诉你 我万弹齐发的画面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也被发现到说 像伊朗 它这一次看起来 攻击的这个对象 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 可是伊朗跟以色列 基本上不是在边界跟边界 交界的国家 它不是上千公里远吗 它中间还隔了约旦 沙烏地 阿拉伯 叙利亚这些国家对不对 结果现在他们发现到 很有可能他们是用到 就流星三型的这个弹道飞弹 这个弹道飞弹是属于 中层的弹道飞弹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它是属于液态燃料室的 所以代表是什么你知道吗 它液态燃料室 它又采取所谓的公路机动室 也就是我要发射的之前 我才把这个所谓的 液态燃料灌进去了 那它可以打多远 可以远到打得到以色列吗 它现在号称是说它的射程 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 那打得到 对 所以如果它今天要跨国的 这个来进行攻击的时候 看起来最有可能就是使用 所谓的流星三型 好 人居我问你 在上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在K哈马斯 以色列在K印度的时候 伊朗相对克制 为什么它突然一气之间 拉高了对战的态势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会发现到说 伊朗之所以把这个态势拉高 很有可能是一下 他所谓的实质的领导人 在这一次这个被袭击 或干嘛 有可能陆续都丧命了 现在传出来讲说 伊朗的指挥官很有可能 死在黎巴嫩轰炸事件当中 那这个是他的所谓的 革命卫队的经略 一个叫做圣城旅的指挥官 卡阿尼 那传出来讲说很有可能 以色列当时在空袭黎巴嫩的时候 这个卡阿尼 就已经这个所谓的空袭身亡了 你的意思是说 就上个礼拜的事情 2000磅的专地弹夯下去 斩首了真主党的领袖 同时也斩首了圣城旅的指挥官 而且这个指挥官 据传当时是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真主党的接班人 撒飞丁 他们这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地下总部这个地方 进行秘密会议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实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以色列方面现在传出 还不断的用无人机在攻击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正深入到 地下那个地方去看说 到底这个死伤状况有多少 我问你 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 如果锁定了这个圣城旅的指挥官 卡哈尼卡哈尼 他很重要吗 他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苏雷曼尼的继任者 你知道吗 苏雷曼尼 而且你想想看 他们这被称之为叫做精略部队 叫做圣城旅 就代表是他们其实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的凶残 你知道吗 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 他之前所谓一开始说用什么 BB扣呼叫器 然后再来就跟你讲说什么无线电 现在跟你大规模的进行 所谓的空袭跟轟炸 对于伊朗来讲 如果他这些所谓的继任者 真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 就遇袭身亡的话 伊朗有没有可能 真正就发动更强烈的攻击 所以他对付 伊朗跟先前对付 珍珠党一样 我不但斩首你现任的指挥官 连可能存在的继任者 我一个一个一个我都要收拾 所以现在大家在观看 就是以色列 如果你今天要把战事扩大 或者是你一次 就把它斩草除根的话 美国的态度就很重要 你知道之前像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被问到说以色列在攻击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攻击这所谓的核子设施 拜登基本上他的态度都是什么 你知道他都是不赞成 因为他比较希望就是说 以色列跟这个所谓的伊朗 或以色列跟尼巴嫩这些 他应该要有一个和谈 要有和谈的空间对不对 可是现在在选中不同的 另外一个人叫做川普 川普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就抱持不同的意见 他直接讲说拜登那个回答是错的 为什么 他说以色列本来就应该攻击 伊朗的核子设施 他说你伊朗之前也不断的 用飞弹去打这个以色列 但以色列也是受到这个损伤的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直接攻击他这个核子设施 他说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你们所想的 你闲事情闹得不够大嘛 而且大家会讲说 你如果去打他这个核子设施 会不会把战争变得更为扩大 甚至一发不可收拾 你知道吗 川普居然说 他果然是川普 他说先打嘛 打了以后再去担心其他的事情 那我问你 如果以色列真的展开了 最猛烈手段的报复 他会怎么做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说 伊朗在做大外宣 我跟他以色列在最近也很奇怪 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所谓的摩萨德 发布了一篇旅游指南 那我们讲以色列的摩萨德 他要发布旅游指南 旅游跟你摩萨德什么事 而且再来就是旅游指南 要嘛就旅游以色列对不对 没有啊 他居然公布了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电厂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电厂它居然是伊朗的电厂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摩萨德你的旅游指南 去公布伊朗 而且很特别是什么你知道 他用这个空拍的部分 把整个这个伊朗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最大的循环发电厂的影像 跟附近的景色全部拍给你看 代表什么 你这周边的资讯我都有啊 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有点预告的 如果我要猛烈回击的话 我第一个就打这个电厂呢 事实上这个电厂 它的发电功率将近三万千瓦 那目前也是德黑兰用电的 最关键的一个电厂 所以他现在表面上 跟你发布旅游指南 当你这名眼神一看就知道 他直接告诉你说 你这个电厂 其实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如果今天要攻击你 很有可能 我是势在必得 打电厂 同时也要打油厂 打这个练油厂 那个是他经济命脉 什么打蛇打七寸 油厂就是伊朗的七寸 如果今天真的要断掉一个国家 最大的后援 经济力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一次摧毁掉 我跟你讲 基本上很难持久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传出来讲说 其实以伊朗来讲 它最重要的外汇的 这个所谓的来源 其实来自于石油 那现在的传出来讲说 很有可能伊朗 对 以色列 会针对这个哈格岛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产生攻击 为什么 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设施 几乎其中在这个所谓的 波安北部 其中最大的地区 就是在哈格岛这个地方 有90%的伊朗原油 都是从这里出发 所以这里都有非常多的油库 但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这边被攻击的时候 现在国际已经开始在预判 就是如果你今天OPEC的这些国家 没有增加生产的话 很有可能 这个地方一被攻击的时候 全球的油价一桶 可能会上涨20美金左右 这一上来之后 对于全球的波荡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最近的伊朗 在更早之前真主党 然后再来哈马斯 南方还有一个夜门组织 以色列到底要几方开战 你要把这些地方通通加萨化吗 所以现在要不要和谈 老实讲 你以色列要有想法 伊朗也要有想法 甚至你刚刚所提到的 其他几个周边国家 他们都必须要有共同的看法 之后才有办法往下走下一步 但问题是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居然去警告伊朗说 我跟你讲 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你只要小心你的下场 可能会变成加萨或黎巴嫩 那这代表就是说 你伊朗很有可能 接下来换我 以色列要针对你了 这个第一个来自于是 美国官员现在已经表示说 哈马斯的领袖叫做辛尔 他以前 大家一直在希望能够游说 就是说你以他的战争 大家能够有和谈的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讲说这个辛尔 自己本身的看法 日趋悲观 而且对于大家原先希望 推动所谓的停火协议 现在开始已经进行否决了 为什么 有一个说法是说辛尔 他自己觉得 很有可能你这个战争 再继续打下去 我有一天也会死在战场上 所以如果今天 我迟早都要死的状态之下 我干脆去攻击以色列 把以色列陷入到 规模更大的区域战争里面 那让你以色列腹背受敌 在他打一打一打一头 搞不好我也可以化解危机 那我问你 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辛亡 你如此的口出狂言 他第一个死亡笔记本 就应该对他展开斩首行动 所以外界也认为说 你这个所谓的以色列 很有可能不会被你这个所恫吓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他的情报组织 跟他这几天所展现的决心 就是我不退让你知道 这里面比较特别就是说 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像辛亡这个 现在有卡达的官员说 这也很奇怪你知道 因为辛亡从这个八月份之后 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公开露面的 那这个是非常极少数 在当时公开露面的一个画面 而且传出来讲说 因为之前以色列不是很厉害 用什么BB扣 用那个什么无线电 然后就给你轟炸对不对 就炸死你这样 现在传出来 他已经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辛亡对外沟通只使用纸跟笔 用写的你知道 用写的就没有电波泄漏的这个问题 而且你知道吗 说他虽然已经没有公开露面 但是他到底人在哪里 现在也不知道 有个说法是说辛亡很有可能 已经被杀了你知道 可是你又没有证据 结果又有讯息讲出来 讲说这个辛亡很有可能干嘛 你知道因为之前 这个所谓哈马斯有抓了一些人职 对于这个美国或其他国家来讲 人职的安全最重要 所以辛亡很有可能跟其他的人职 这些绑在一起你知道 你要杀我是不是 那你连你的人职一起杀 你再给我钻地看看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因为这个讯息一定是什么 刻意被放出来 也就是说美国你知道美国 如果他今天要进行 这个所谓的轰炸攻击的时候 他一定要确保 你说周边这个无辜人员 要减少到最低的死伤的状态之下 但是所以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 感觉上其实辛亡也做足了准备 二无战争打到现在 普丁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 他迎来转机了吗 转机的关键会是他吗 魔改之王伊朗 伊朗把军武库里 早年从美国接收而来的 M60的老Coco的坦克 给他一路魔改 魔改成更耐打的装甲净旅 通通要支援俄罗斯 另外他也给出了 无人机跟弹道飞弹陆续上路 伊朗助权能扭转普丁在战场上 一路挨打的局面吗 对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俄乌战争打到这个样子 你看到俄罗斯节节败退 可是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好朋友站出来了 以前大家都说 伊朗就是俄罗斯的小老弟 可是当俄罗斯在打仗 他的军备量不够的时候 伊朗把他的军工武器给丢出来 丢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这一台 这一台叫什么 叫M10 外形像什么 你仔细看哦 他的这个尾翼 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六个挂弹点 还有他可以作战半径 可以到2000公里 当量可以到300公斤的弹药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对标什么 对标MQ9 MQ9死神无人机 就是当初把苏兰曼尼给干掉那一个 而且呢 伊朗告诉大家说呢 我不是量产而已 我是大批生产 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又来干嘛 我除了我对付以色列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有需要 大哥 你俄罗斯有需要 我大批的把你送出去 送出去之后呢 就有办法把这个无人机 让俄罗斯来讲 你一直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 我至少弄一个伊朗版的MQ9给你用 那除了无人机之外呢 还有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它很难捉摸 弹道飞弹它的模式是 你把它打出去 打到哪里 大气层以外 上去之后再下来 你知道吗 下来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它一秒之内可以有超过一到两公里 一秒 会有一到两公里的横移 所以你是抓不到的 几个马赫汉下来 你根本也拦不住啊 你根本也拦不住 好 俄罗斯来讲 它现在做出的弹药的量不够 但是呢 伊朗可以提供什么弹道飞弹 那你不要说 你这个几百枚 可是呢 你只能打到哪里 射程只有120公里 可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120公里 对俄罗斯来讲够用 你把它拿去哪里 库斯克 你把它拿到第一线的战场上面 你有需要 我就弄出去 而且呢 它的弹头 可以占150公斤的一个飞弹 这两个东西加出去之后呢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虽然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把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气势给扭转 但至少 我就有底气了嘛 你要无人机 我有无人机 你要弹道飞弹 我有弹道飞弹 所以在现在 俄罗斯被冲出破口的库斯克 会不会见到这两样 由他的小老弟 伊朗源源不绝的武器 我们要等着看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后面这一场 俄乌战场没完没了 我除了会逆向工程 做出了我伊朗版的死神 我还会魔改 哇这个魔改工艺 简直是超凡入胜 我觉得伊朗真的是学坏了 伊朗过去来讲 一直说我们要怎么样 走出这些军工业 他先告诉大家一个东西 打开来看 叫萨尔曼402 402大家讲萨尔曼 这个名字是很厉害 是不是很厉害 好仔细一看 这个东西就是之前的 美系武器 M60 A1嘛 这个就是你之前 跟美国好的时候 美国卖个你很多的M60 然后呢 你把它改了之后呢 就变萨尔曼402 好重点来了 它怎么改 它把过去 这个旁边的 就是原本的 M60的A1坦克 圆形 可是呢 你看哦 它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 在旁边加了炮塔其他的地方扩散出去 然后呢 在旁边再把这一个防弹板的装甲给加上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会觉得说 M60 A1以前是老Coco的 二战时候的坦克的一个新改变 但是呢 当你把旁边的炮塔给加宽加长之后 当你把这个防炸弹的这个甲板给加上去之后呢 我就不一样了 重点是 因为当初美国卖了他们很多 所以呢 你轻轻轻轻 之后呢 它至少第一批就可以拿出多少 150辆 150辆就可以装配 装配出很多铝 所以呢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实战又好用又便宜 魔改 结果 老Coco坦克清水变鸡汤 接下来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下巴要掉下来 他居然可以魔改出航空母舰 对 过去来讲 你看航空母舰 你的这个军工记忆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啊 所以呢 其实对他来讲的话 他也没办法 他也是跟乌克来去买母体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拿出来 大家一看 哇 这真的是航空母舰 虽然他的吃水不大 可是你看 该有甲板 他有甲板 该有弹射台 他有弹射台 可是你仔细看他前面的舵 这个感觉上 不像军舰 像货轮啊 他拿什么来改 货轮啊 他直接拿货轮 而且呢 他是拿这个什么 货柜轮直接来改 然后呢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其实 他们真的是有这个天分 你看哦 你货柜轮去改之后呢 你把这个跳板给做出来 你把它焊好之后呢 你没有办法让军机来起降 因为你的长度不够 可是这年头 大家拼的已经不是战斗机了 大家拼的什么 无人机 乌克兰就是无人机的战争吗 对 你看哦 无人机一般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有个长跑道 可是呢 当你用这个货轮 把它改成航空母舰 再把这个甲板往上翘 有个弧度之后呢 它就可以让无人机拉杆提升 所以呢 你这样子出去之后呢 对战斗机来讲 不够长的跑道 对无人机刚刚好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说 你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 因为一般来讲 你这个货轮没有人这样做 可是呢做出来之后呢 目前看影片效果还不错 这样没完没了了 如果这一招开向了红海的话 对 那红海不就真的是 杀戮之海 真的变红海了 对红海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那个地方有湖塞组织 三天两头 就给你丢个这个监色武器 三天两头就丢个火箭 你就不要走就好了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红海就是不能不走啊 你不走红海 你要绕一大圈 你这个燃油费量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呢 大家知道有湖塞组织 有在这个地方在闹市 大家还是可以走 可是这两天的新闻来讲 在叶门北部 他们又去袭击了这个货轮 其中有一个 还是运送石油的 大家就知道嘛 石油是现在的经济来讲 非常重要的 你三不五十就炸一个 三不五十就炸一个 那你红海来讲的话 大家又不得不走 可是你走了提心吊胆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 你这个红海危机从8月21号开始 到现在来讲 几乎停不下来 那我问你 所有的伊朗联盟 你看这个 叶门的胡塞组织 还有我们讲的哈马斯 还有伊朗本人 我们不是讲 你们不是要报复 以色列吗 你们不是要报复美国吗 你们不是要大干一场吗 你怎么现在似乎 腾出手来 豪整以霞 到底中东起了什么 微妙的变化吗 因为其实 以哈战斯来讲的话 真的是打了太久了 那个时候他们趁了这个节日 然后把250多个人给抓走之后 一开始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这些人质是不是已经走掉了 如果这人质真的是存活不下来的话 那我们当然要大力来报复 可是哈马斯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带着人质在地道里面 开始逃窄 最近来讲的话 又找到了六个遗体 这六个遗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被哈马斯带着 在地道逃的时候 当以色列大军压到的时候 他才把他近距离的枪杀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很多人质是活的 当你没办法的时候 我才把你杀掉 那你想想看 居强哥 对这些人质的家属来讲说 原本人都走了 我就算了 那就是强力的报复 可是当你知道说 哇 三分之一可能已经往生了 可是呢 还有三分之二 而且呢 是走到最后 才被枪杀 但我们有没有机会 情何以堪 我怎么有机会 早一点去救他们出来 别人我不管 至少我们家的人 我可不可以想办法 去把他给救回来 如果普丁真的被困在 恶物的战场的话 你来看看中东 伊朗迟迟没有对 以色列动手要报复 居然还表示 愿意重启核谈判 该信吗 我们几天前才告诉你 他浓缩又正以惊人的速度 开发 接近完成核武只差 半步而已 现在要相信他 重启核谈判的信心 的诚意 还是他背后 藏着什么样的轨迹呢 事实上现在全球局势的紧张 我跟你讲 现在可能连油价 都会继续的飙涨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你看到刚刚那个游轮 整个被火这样给炸起来 你知道吗 这是夜门叛军 他们居然去炸这个所谓的游轮 那现在问题就回来了 这不是一艘在红海这边航行的 这个游轮 他现在还有100万桶原油 目前正在这个所谓的 前往希腊这个途中 而且你知道吗 原先的这个里面 因为他招待这个攻击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火就这样 一直烧一直烧 烧了六天都还没有全灭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刚刚提到 不是只有这一艘游轮 在红海的这个地方行情 如果今天这一些人觉得说 我都锁定你这个 所谓的游轮来攻击的时候 很有可能全球的油价 会持续的狂飙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整个伊朗联盟老大还没出手 小弟们蠢蠢欲动 上面的真主党是个最硬的拳头 守在南方的这个 叶门胡塞组织 拼命的炸游轮 大家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这个战争要嘛 就是别打 如果真的要打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速战速决 否则当大家所有把兵力 全部都集结起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可能不是单一地区的战争 会不会引爆变成世界大战呢 速战速决哪有这么容易啊 你看以色列现在开始告诉大家 讲说我要赶快清扫战场 为什么 你知道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地方 过去如果你说有这个战争或干嘛 基本上很多人都不太往这个地方去攻击 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居然去攻击了 这个所谓的约旦河的西岸 他说我今天为什么攻击这里 因为我知道圣战组织的领袖 就躲在这个地方 而且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轰炸 你知道吗 他说我接下来还要去围剿 这个所谓的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是 你看到以色列现在 他真的是四面楚歌 任何风吹草动我就斩首 我就炸炸得干干净净 他会不会疲于奔命啊 当然以色列在过去 大家就知道说他跟周边国家关系 其实都没有特别友善 但是所以呢 以色列呢 其实他也就知道 就是说如果今天 大家要对他这个不友善的 这个状态下去 他可能会变成你刚刚讲的 草木皆兵 四面全部环绕着他 尤其是一个叫做黎巴嫩 黎巴嫩到目前为止 按照这个媒体的报道 他最多很有可能拥有20万枚的这个导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真主党的飞弹火箭裤 还拍给你看 而且他们还讲说 我告诉你 我这个导弹都是射程 超过300公里的这个飞弹 那你想想看300公里 难道只打你以色列吗 他飞行的范围可远了 你知道 所以呢 美国现在他们也出手 他说如果今天战争一旦开打的话 他说我会全力保护以色列 但是美国后面埋了一句话 他说呢 真主党的武器啊好多大概都是由伊朗所提供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是这样美国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那可能他对的对象不是黎巴嫩 而会是他的宿敌伊朗啊 好美国都已经发生了以色列就会打更凶 我们来看打就是打最大尾的 要做就是做斩首 才多久前我们说哈马斯 他才被以色列斩首掉 换了一个新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就差一点点遭到以色列沿途追杀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白色头发的 这个其实就是哈马斯啊 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领导人叫做新瓦尔 是 结果你知道吗 现在团传出来讲说以色列军队啊 事实上在十天之前了 他们就要抓这个所谓的新瓦尔 而且情字非常非常的确定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没抓到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他们那时候发现到说 新瓦尔居然从一条地道这个地方就离开了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们有一些锁定他的位置啊 居然发现到说 他才刚离开不久 因为他桌上的咖啡啊 那个咖啡居然还是热的你知道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新瓦尔啊 后来被发现到说 他不是这样子 像刚刚一条穿着这个衬衫啊 这样离开 他居然换了女装你知道吗 代表他知道以色列的杀手已经接近了 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局势变成攻防了 你知道吗 你在收集我的亲资 我也在收集你的亲资 而且你知道过去啊 这个新瓦尔也被发现到 他为了担心人家暗杀他 或抓他干嘛的时候 他习惯啊 身边都抱着一个小孩子 你现在看我抱着一个小孩子 你敢打吗 你敢对我动手吗 我今天小孩再生啊 人肉盾牌 所以你知道吗 他做这些东西都是希望被避免啊 被以色列发现他的踪击啊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 就是伊朗 伊朗到底是要战 也等不到啊 还是要谈 谈什么呢 我想伊朗在过去的 他在对于这个所谓的 美国的这个态度 都非常非常的强硬 所以现在外界也认为说 伊朗有没有可能会重启核武 你知道 因为伊朗方面已经讲了一件事情 说我根本不需要 看什么敌人对我怎样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 所以他说呢 关于我们的核计划 不应该期盼敌人的批准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做的话 谁也拦不了我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他伊朗也讲说 我有一个凯巴尔飞弹 而且我告诉你 我现在叫飞弹 是我今天随随便便 给他取一个名字 因为我的射程 可以达到2000公里 2000公里 你会叫他飞弹吗 不会啦 我们通常都已经叫导弹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对于伊朗来讲 伊朗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 要告诉你讲说 我的核武器啊 这些东西 不需要经过敌人的批准 对于美国来讲 这核仓不是伊朗在对他叫牌呢 东东冲突升级 观众朋友 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 真主党对以色列寄出了 320枚火箭雨的攻势 他们预告接下来 还要进一步 狙击以色列的科技金融的心脏 特拉维夫 以色列宣布全国进驻的紧急状态 今天于轩带我们来看到 真主党 他可是伊朗手下最飘悍的小弟 堪称地表上武装最齐备的 非国家等级的团体 武装团体 甚至他号称可以打击到以色列全境 他率先发难了 接下来会不会整个伊朗联盟旗下 对以色列大乱斗呢 以色列跟真主党事实上 过去不是没有发生战争 但最可怕的是说 这一次发生的战争 两边都已经不再是无下阿蒙 换一次全部都兵强马撞 所以打起来会变成什么 天崩地裂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以色列他就说 我们国防部 这是他的名目嘛 说我们先守智人 先打了真主党一顿 他说打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了 他们已经在备战 积极备战 所以很有可能对我们进空 发动了100架战机当中 一定不乏有所谓的F-35 对我们讲黎巴嫩呢 进行所谓的全方面的轰炸 但请问一下 这番轰炸 有没有办法 遏制住真主党的反击 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真主党号称是在我们讲 除了伊朗之外 在整个中东境内的冰墙马撞 基本上在组织是火力最强大的 所以你看他回敬了什么 320枚火箭和无人机 所以就是各位 你现在看的画面 整个天空跟流星雨群一样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最可怕的 因为你说雨群人 可是320枚很多 不对 我跟你讲 真主党有12到20万枚 他是中东之冠 所以换言之 他比起伊朗 我给我一个背景补充 今天为什么伊朗反而确战 真主党如此的积极备战 为什么 那我就讲了 真主党有领土吗 黎巴嫩的确他是一个国家 他不是黎巴嫩本身 他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武装组织 他没有经济体 他没有土地 他没有人民需要库 所以对来讲 我只要有一兵一组 我就可以跟他占到底 那伊朗不是啊 伊朗那时候总统跟我们讲出什么 不要怕啦 拜托 你如果打下去 我的经济才要开始而已 我经济会封盘啦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两边最大的差别 他说我锁定了特拉维夫 的确刚才俊强哥也讲了 每一枚都在空中被拦截下来 但问题是什么 12万枚如果真的全部打一半就好了 是 铁穹系统能负荷吗 因为今天铁穹系统很厉害 他的防守率可能高达95% 但请问一下 如果防守的弹要打光了该怎么办 所以各位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当这个火箭雨 整个往下的时候 你看 不要讲人了 连鸡都难以幸免 这不是肯德基 俊强哥你知道这什么吗 这是什么 这是养鸡场 但是养鸡场呢 隔壁的邻居突然闻到 震震的香味 你知道什么吗 全部都变烤鸡了 因为整个火箭雨下下来之后 养鸡场全部都着火啊 失火灾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连鸡场都难以幸免 而这场战争如果变成扩大 甚至是全面性的战争 恐怕不要讲是机支 连境内的苍蝇蚊子 都难逃死结 我更担心的是 在外海早就在那边 压阵许久的 美国航母打击群 到了这一刻开始 会不会变成美国以色列 打对上的是 伊朗联盟整个大乱斗了呢 美国其实今天这个动作 到底是要劝战还是要指账 我坦白讲 他的目标在于恫吓真主党 跟恫吓伊朗说 你把我比较沾沾的 因为我林肯浩也在这边 我罗斯福浩也在这边 换言之看起来像是 他替以色列做背书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 他是希望双边这个战况 能够遏止 就是说你也自止一点 那与此同时以色列 他也没那个理由 去加大这个火力嘛 所以当他上面当然猛禽 F35各位不用讲 这叫高低差配 全部最优的火力 空中优势 都放在这边了 但你仔细看 曾组长的做法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 曾组长官员说 周日对以色列攻击 已经是延后的报复 换言之 我们已经稍微 把它往后延了 息不希望 发全面战争 换言之 其实现在以色列跟曾组长 双边都有在克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到了全面战争 难以收拾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是胆小鬼游戏 火以色列 嘴巴上 行动上也不能落下风 而曾组长 当然也不能往后退一步 所以当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胆小鬼困局 该如何解决 非常考验美国的智慧 来看看这个谁 纳坦雅乌 看看这是什么表情 他告诉大家 武装行动 军事行动 还没结束 要打到底吗 当然他必须要这样讲 纳坦雅乌 刚才俊江哥问说什么表情 我就两个字 嗆声 你就是嗆毒嘛 是 我来啊 你又来啊 我不输人 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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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跑你嘛 所以他现在的意思是说 当我现在这个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 因为毕竟现在是谁回击谁 曾组长回击啊 但以色列他再怎么打 他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要当最后一几 换言之你打我 我就要再回 我要打最后一下 对 我就是要贏你这个 我就是要吃你这下便宜嘛 否则我没办法停嘛 所以你现在看喔 反而是曾组长跟以色列 他们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伊朗领导的所谓的抵抗轴心 现在是只有曾组长跳进来 没错 那我问一下 胡塞组织如果也进来了 他周边是不是包括夜门 青年运动 哈马斯 这些我们讲的小的零零星星 对 他们的火力跟曾组长比差 天差地远 但现在变成是说 如果当大家看到这个状况 一旦在延烧 大家都不克制 哈马斯也跳进来 那以色列是不是又要血在血环 那我们的胡塞组织又进来 又要血在血环 那不好意思 那就是东南西边四面八方 变成全方面的战争 所以这一个大乱斗的 一个伊朗轴心的团战 为什么由曾组长打第一棒 发第一枪呢 吓死人 他被形容是地表最强的 非国家级的武装组织 从天宫 从他的弹药 从他的地窖里 到底藏了多少的军备在里面 对 我一直不用恐怖组织在形容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军力 基本上已经可以跟一个国家媲美了 甚至是强盛于一个国家 你想想看 二十万枚导弹是什么概念 代表一来就是要抬 他对于所谓的进攻方 他是全面性的摧毁 换言之 他的整个射程范围 大概五百公里内 这是大概中程导弹左右的距离 整个伊勢列境内 因为距离也不远 黎巴尼跟以色列 换言之 你以色列全境 基本上你要防空飞弹我也有 你要坦克我也有 你要中程导弹我也有 你的全境都在我的轰尘轰炸范围当中 当然你的铁穹很厉害 但大家现在不乐见的是 看到双方各位 三百枚已经把大家吓死了 如果未来是一千枚 两千枚 每天在那边轰炸 那这整个中东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 没人能替曾祖庄踩刹车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政军金 其实还要加一个宗教 全面都一把抓在手上啊 换言之我爱打就打 我想打就打 而且其他组织根本不能跟我媲美 而且你想想看喔 我在头上冲 你伊朗说你红色的鞋子插下去 对不对 写在写完 我替你打 对 你敢在帮我动 所以现在变成是伊朗要替他踩刹车 也很困难 所以最后你看喔 包括哈马斯 夜门叛军现在在干嘛 打伤船 换言之在中间那个我们讲的海域的部分 开始经过的我也在那边插边球 我也在给你插回啊嘛 这个叫做狼群战术 一个珍珠道已经铺上去咬了 其他人全部群起公知 对 但其他人没有那个染量去打他们的本土嘛 所以我们就在海域上看到船 给他打一下 给他摸一下 各位 像旁边的啦啦队 所以我就说 我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双边其实都没有想要打到底 但如果一言不合插枪走我最后不小心打到底 那会酿成全球的大灾难 好庭辉 我们看珍珠党发难了 燕门胡塞组织紧接着蠢蠢欲动 后面有哈马斯 如果伊朗这个老大爷动手的话 哇 团战战以色列 疲于奔命你怎么接啊 当然啦 现在以色列的这个动手先想 先马蚁向珍珠党 为什么珍珠党先啊 因为珍珠党已经补给完了你知道吗 珍珠党现在他的火药库已经充满了 这一个月你知道他在干嘛 都在跟伊朗要东西啊 然后俄罗斯在背后也是间接的协助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发动这个攻击 以色列是在半小时之前 他获得情报之后 结果派了一百多家战机过去 直接把他火药库把他轰炸掉 他半个小时之前他知道你要动了 我先预防性的空袭你 是 所以你知道珍珠党他说他轰炸谁 轰炸以色列摩萨德组织 为什么 就是情报太行了嘛 所以今天珍珠党打他来讲的话 真的是像一根针去刺到一个 这个大象的屁股啊 那没有用啊 问题是这个大象一挥手 大象一打下去一百多颗 一百多架再进过去 你就脑健盪了 对啊 珍珠党就完蛋了 快团灭了 但问题是什么 他其实部队还蛮多人的 因为在黎巴胺境内来讲的话 真正能沉气候的就只有珍珠党 当然执政党不是他啦 问题是他真的还是可以捣乱你知道吗 他里面拥有部队多少人你知道吗 一万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 所以他还有两万多的后备部队 加起来来讲的话 事实上还是一股力量的 但是他现在在等什么 等伊朗给他补充弹元啦 因为今天弹药都被以色列 轰炸完之后他怎么办呢 他只要等等伊朗再给他东西之后 他就再打以色列 好 那我就问你 你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 你不要看说 美国以色列 美国以色列 美国没有那么想打 真的想打的是以色列 现在称心如意了吧 但我还是问现在政党 再来伊朗 然后叶门胡赛 你可以多谢应付吗 当然以色列有那个能力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像胡赛组织 这种是骚扰 不是骚扰以色列 他骚扰西方国家的邮轮 他去炸破这个邮轮 让整个运价 油价等等之类上涨 这是让以色列这个什么 以色列真的很想修理胡赛 问题是胡赛去修理别人 所以这种就是形成一个干扰战 然后另外北方 东方 南方 事实上以色列要进行 所谓的多线作战 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讲说 以色列要作为所谓的 中东的想要当老大哥 你知道吗 问题是美国没有想要当老大哥 美国想要一个是 全力平衡的概念 所以现在以色列当然 你以他的国防基础来看来 来讲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防卫自己 那如果他要越雷此一步 他要进入到人家的领土来 要美国点头 所以现在美国是把他拉住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 如果想要变成这个 以这个中东的整个区域大战的话 就是要美国点头 但是如果今天要只是一个 骚扰战来讲的话 你就看到以色列会把这些小团体 一个一个团魅力 最后聚焦在真主党跟以色列中间 真主党预告了 接下来还没完 他要狙击以色列的科技的财经的 经济的重镇特拉维夫 如果一枚下去的话 后面会怎么发展 那现在就要看以色列这个铁熊系统 是不是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了 你知道现在他们做饱和攻击 四千颗 五千颗 六千颗 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真主党 要用六千颗吗 因为上次哈马斯是五千颗 他们测试过以色列的铁熊系统 三千颗 四千颗防得住 所以五千颗防不住了 现在以色列要精进 所以他五千颗防得住的话 你政府党给他六千颗 七千颗以后八千颗到一万颗 你想想看来讲 哇 这个是压力测试 对 都在做压力测试 然后以色列也要upgrade 然后曾组长也在upgrade 所以这其实两方 双方来讲的话 都在这种小武器 或者是飞弹武器 防卫系统当中 不断的一直在增进当中 今天是哈马斯发动大屠杀的第七天 我要带我们一起来关注 以巴战火 双方到今天的死亡人数 已经直逼三千人 情况越来越棘手 为什么 以色列已经预告开战时刻逼近了 下达最后通牒 要加萨北方上百万人 赶快撤离 还有更麻烦的 伊朗跑出来点火 要伊斯兰国家群起对抗以色列 倒数24小时加萨走廊 会不会变成人肉绞肉鸡呢 好 俊阳哥还有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以巴战争加萨走廊 已经是乱成一团了 那以色列已经正式跟联合国通报 希望联合国也告知加萨走廊当中 他在这个河以北的110万人 通通在未来24小时之内 要往河的南边离去 为什么 因为俊阳哥 我画一个简单的地图 就是以色列跟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在中间这一块这里 他是说呢 在这个河的北边 在这个瓦迪河北边的这一块 100万人 24小时的时间让你往下退 退到南方之后 24小时以后就不顾生死 所以呢也显然 现在目前以色列将要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还有地面部队整个要挺进去了 他告诉联合国 他也告诉在加萨走廊的这些人 但观众朋友 以色列大概有900多万的人口 70年前只有80万 现在增加到了10倍 那加萨走廊呢 巴勒斯坦这边的人 是200万 可是真正哈马斯 还两三万人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今天攻击 攻击到的到底是平民 还是哈马斯的 这个所谓的恐怖分子 你没有办法判断啊 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 以色列现在要写再写长一夜还演的动作 已经告知全世界 也告诉加萨走廊 但俊江哥 他已经集结了这么多的军队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现在两边互相控诉 巴勒斯坦说 等一下以色列你是只能拿什么东西 攻击我们巴勒斯坦的 你说你要打哈马斯 可是你攻击的都是我们 难道每一个大楼都是哈马斯在住的吗 然后你使用白铃蛋啊 白铃蛋是联合国要求不能使用的 因为他基本上呢 第一个毅燃 第二个会伤害人体 第二个他的那个粉尘在空气当中呢 对有生命的有机的 包含动物和人都是相当严重的伤害 所以呢画面在这个推特上面呢 大家都看到 以色列是否使用白铃蛋这个事情呢 也受到国际的关注 我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 你看这题我讲相对严肃 因为这是一个悲剧 那现在以色列一定要全面的反击 要写再写长 可是以色列的这个动作 美国的政府拜登总统他是支持的 但俊江哥 还有观众朋友 不是美国人都同意哦 哈佛里面有很多的学生跟社团 他们也反对 包含了在这个总进攻之前 通告联合国 然后呢也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总理也召开国际记者会 跟大家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写再写长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被杀了 对我们的平民都被杀了 但是总理开记者会 赫佐格总理开记者会的现场 来自于世界各地 特别是跟以色列算是同盟的 美国跟英国的记者 他们居然是不同意以色列这样做的 所以包含CNN的记者跟英国电视台的主播 都在问总理说 你这个做法基本上是屠城 而且你会杀到平民 无差别的杀 对你就杀到平民了嘛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再讲一次 巴勒斯坦有200万 加上找了200万的居民 里面只有3万是哈马斯 那你要110万全部往南撤 那中间有很多都是平民嘛 撤不走怎么办 就被打死 所以呢其实西方的媒体也有这个不同意见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题外 要总理更生气 哈马斯出示照片 你没有看到我们小孩正在被人家屠杀吗 还被砍头 他出示 以色列总理出示这个小朋友婴儿照片 我把他马起来 太残忍了 他说哈马斯屠杀我们以色列的婴儿 你还要我容忍吗 我们一定要去对抗跟血在血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 以色列能源部长在最后通牒24小时的时候 他说出了这句话 绝对要撤而且绝对大反攻 除非交还被绑的人职 不然你们得不到恢复供应的水电燃料 你什么都拿不到 你就算留在加萨走啦 那也是一场炼狱带尾汗 我们现在更担心的是这件事情的发生 事情棘手在这个地方 伊朗 伊朗跳出来点火了 他出来号召 出来召唤所有的伊斯兰的这些国家 群体反对以色列 这场战局会不会太刺激吗 对 现在看起来会比较麻烦 就是当美国已经出动了 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 去到了这个周边的海域的时候 他其实是希望各界都不要有再更多的动作 包含了在泥巴嫩的这个真主党 你不要再有动作了 但是呢 这个真主党目前没动作 俊昌哥 以色列现在目前群群激愤 他必须有所动作 你看短时间之内 也集结了30万的后备军人 对不对 全世界各地以色列人都要回去救国家 那因为他们的这个国民被杀 婴儿被杀 他们很气愤 所以不是只有对加萨托拉 以色列昨天直接攻击了叙利亚的两座机场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讯息刚刚出现 所以还没有办法很精确告诉你 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 他是攻击这两座机场的跑道 这两座机场不能够再有任何运捕 对 他不是说可能没有人员伤亡 那为什么打跑道 君强哥 为什么 就是希望这两个机场失去作用 为什么要让他失去作用呢 就是他怀疑上一波 这个哈马斯5000颗的火箭弹 来攻击以色列的过程当中 那些军火可能就是透过这两个机场送过去的 哦 断他的后人 你后面再给我补给 我要怎么办 先把这两个机场给停掉 就是叙利亚的两座机场 大马斯格 他把他炸了 跑道炸了 希望没有炸到人 也没有什么技术的人受损 那另外 为什么以色列这么生气 因为以色列他有拍到很多照片 许多以色列人被屠杀的现场当中 居然有这个 就是 伊斯兰国的 ISIS的 这个黑旗 他说所以这个跟 回家世界是有关的 跟这个伊斯兰国是有关的 但是你要知道 当以色列他 去全面的要去攻击 要打加萨索兰打哈马斯 而且他打到了 薛里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伊朗的总统也跳出来了 他说这是我们 伊斯兰跟阿拉伯国家 必须要反击的时候了 所以你看这个战事有可能会直接扩大 那这个扩大还不止在我讲的那个区域 已经牵扯到哪里了 观众朋友 这一次的哈马斯的攻击 第一个 他所使用的武器 透过这张照片 因为他有其中很多张照片 一对比又发现说 好像是北韩的武器 是北韩的F-7火箭炮 所以呢 你哈马斯跟谁拿的 北韩 那北韩他也需要有一些钱 是不是真的 我们后续再看 是不是北韩把他的火箭炮卖过去呢 第二个 你在攻击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第一天就可以发射了5000枚的火箭炮 那你发射那么多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朋友一下 一看才知道 两边 你这边的铁穹系统 你的造价 跟他发射的火箭炮的那个价差 就像跟你造差几倍吗 差几倍 差了150倍 所以 这边我们形容 他们哈马斯的发射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的铁管 是比较廉价造价的 非常廉价 你一枚铁穹出来 那是贵 五十倍 一百五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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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那个哈马斯都打出来飞 但现在军事团上看说 大概一枚也就三百块美金 台币大概一万而已 对 可是呢 你这个以色列的拦截火箭弹的这个成本 每一枚大概是五万美金 也就是台币一百五十万 所以差了一百五十倍 那你为什么打那么多 算九成被拦截以后 他会消耗以色列目前铁穹的这个库存 以及消耗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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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金钱 你的资金 对 因为光是为了拦截这四千美 因为拦了很多嘛 大概就花了六十亿元了 所以呢 这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个非常巨大的消耗 好 我今天晚上给我们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个警示 让我们好紧张 倒数二十四小时最后通牒 加萨北部百万人 你来得及撤吗 撤不了 这个地方就要攻进去了 会不会变成了人肉绞肉鸡 在我们视讯的现场 观众朋友 我为大家邀请到是 加萨的媳妇 台湾人 冠云 冠云人在我们的线上 冠云告诉我 你的婆婆 你的公公 你先生那一边的家人 都在当地 他们开始逃难 是怎么样的步步惊心呢 我们现在正在谈话的当下呢 我在加萨的家人也正在逃亡当中 其实他们的房子在两天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以色列的空袭给整个都炸毁了 他们告诉我们 形容当时的状况是 他们接到通知说大家要赶快撤离 但是其实炸弹已经开始轰炸那一区了 那包含当时以色列军队也使用了 其实在国际法上是禁用的白鳞蛋 所以他们到处 那个社区全部都是失火的状态 包含逃出来的人是有我的公公 我的婆婆 我的嫂嫂 还有五个小孩子 五个小孩子分别是十岁八岁五岁 跟两个双胞胎 弟弟妹妹都是两岁 所以他们是三个大人带着五个小孩在逃跑 所有的人都还活在恐惧之中 我刚提到他们的双胞胎小朋友 连续大概好几二十几个小时 小朋友都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那我们现在在谈话的当下 其实在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又再次接获通知说 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大概比较靠近北方 那以色列军队又有推出消息说 北方的加萨将直接都被轰炸了 所以现在所有在北方的加萨居民都正在想办法要 离开撤离到南部 他们是无处可逃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从一个房子逃到下一个房子去 能够活过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的这个状态 因为基本上以色列已经 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说 他们将加萨是全部重新封锁 我现在强调是重新封锁 是因为在10月7号之前 加萨并不是自由的 在10月7号之前 以色列已经在加萨 实行了超过了15年的军事封锁 但是现在他们除了被关在这个 被索尔学者称为露天监狱的这个加萨地区 同时还被接受无差别的轰炸 那他们现在所有在逃跑的人 是尽量能够找到今天可以存活下来的下一个地方 他们所有人都有形容过 这是有史以来最艰难最艰困的一次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原本大家都以为那是最困难的战争 那时候那个战争持续了51天 造成了超过2000名的巴勒斯坦人上升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空袭轰炸 才5天而已 就已经超过1200人 而且这个数字在今天晚上还在节节上升 超过1200人以上的巴勒斯坦在加萨的人上升 这里面超过300多个都是小孩 有很多是婴儿 他们唯一一个还正在运作的医院的院长 已经向全世界求救说 他们的电力大概只剩下不到4到6个小时 可以供电了 所以很多还处在紧急救援状况 在医院急救的那些病人 也可能在今天他们就没有电力了 好 谢谢冠云 我们也为百姓祈福 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重点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5G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5G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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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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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